夜和女朋友亲历时 她失忆了 咬定我是垂涎美色的人贩子 看到手机里长达十个句的学习资料后 她又羞又怒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才刚满十八岁 望着她面红耳赤的模样 我愣住了 这是十八岁的上星词 她的记忆似乎停在了十年前 而十年前 她有一个至死不渝的白月光 和女朋友玩小游戏情政浓时 她突然剧烈反抗 这是哪里 你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 双手背负身后 她挣扎着往后推大声质问我 迷倒众生的桃花眼 此刻因为过度震惊显得更生动 像受惊的小兽 别说 小模样还挺牢人的 我伸手轻撩 她细长脖梗间记着的粉色铃铛 发出清脆的响声 你喊啊 就算喊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了 结结结 乖乖的 让哥哥好好疼你 我配合的冷笑威胁 情景演义吗 熟门熟路了 话音刚落 伤心慈颤得更厉害了 可恶 不愧是去年刚拿到提名的心境隐蔽 演技又进步了 我不服气 琢磨了一下男色贼的心路历程 打开手机 往伤心慈面前一递 视频是上次拍的 哄了伤心慈好久他才愿意 视频里 他躺在黑色大床上 裙摆的扭扣扯开两颗 是一处精致白皙的锁骨 修长的直接死死攥着床单 过来 他眯了眯眼 耳间通红望着镜头 我故意磨蹭不理会 可还没等我得意多久 他似乎装不下去小白兔了 两手一摊直接埋进了我怀里 喘息声中手机落地 视频戛然而止 我笑咪咪收回手机 伤小姐 你也不想被别人看到这些视频吧 那就要好好当我的小狗 我说完 伤心慈却没像预料中那样接起 刚才他目光直勾勾盯着视频 羞愤异常 现在被我抬起下巴 神情仍旧是迟滞的 细看之下牙齿都在发抖 眼睛更是红彤彤的 我觉察出不对劲 伤心慈 你说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这是我和伤心慈设置的安全词 每次我受不了的时候 只要喊这句 伤心慈即便憋得再狠 也会立刻停下安抚我 而现在 我不 他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狠狠瞪我 你这么羞辱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啥玩意儿 以前你不是玩得很开心吗 我给伤心慈疏了吧 他非快抓起床边的手机 喂 我要报警 被带进警局时 我还是蒙的 帽子叔叔翻完了手机聊天记录 又认真询问过 我和伤心慈的经纪人 两位经纪人皆能证明 我和伤心慈是正当恋爱关系 只不过目前对媒体保密 伤心慈依旧十分坚定地指控我绑架了他 并试图对他用墙 他一副恨不得立刻把我大卸八块的模样 帽子叔叔沉默了 要不 你们带伤小姐去寺院看看吧 也许是工作压力太大 寺院 本是知名精神病院 伤心慈的工作性质特殊 经纪人拒绝了这项题 伤心慈也拒绝 不去 还有一个礼拜就高考了 我要复习功课 他扭头钻进了一旁的书店 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套五三试卷 伤心慈经纪人理解低声道 他好像适应了 以为自己现在十八岁 理解冲我几没弄眼 伤心慈说他喜欢的男生答应了他 只要他能考上电影学院 就同意和他恋爱 没想到你俩高中时候玩得还挺花呀 浓情蜜一时 伤心慈说过 我是他的初恋 可现在 我却笑不出来了 因为高中时 我压根不认识伤心慈 我瞥了他一眼 伤心慈大啦啦坐在地上 闷头写着试卷心无旁骛 速度很快 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只觉得胸口闷闷的 傅 他似乎还没记住我的名字 挠了挠头 一脸烦躁地走过来 严肃警告我 把那些合成视频都删掉 否则我告你诽谤 呵呵 我轻飘飘瞥了眼他的脖子 伤心慈低头 一刹那 他猛地抬手扯掉黑色蕾丝 绑着的铃铛 脸红到了脖子根 瞪着我说不出完整一句话 我转身钻进保姆车里 在车上刚毕业没五分钟 兄弟兼经纪人王刚推行了我 脸色难看 热搜爆了 我和伤心慈的名字挂到了首页 傅警行伤心慈地下恋情 狗仔不知从哪挖出来的证据 我和伤心慈在法国街头牵手的照片 伤心慈深夜进入我小区的背影图 还扒出了关注我七年之久 疑似是伤心慈微博小号 该账号每天乐此不疲地转发我的一切动态 配文 亲亲宝贝 最爱宝宝 评论区炸开了锅 谁懂啊家人们 我刻的CP终于成真了 我就说嘛 伤心慈那副艳势脸 只有在看向傅警行的时候才满眼神奇 你们认真的 照片明显就是屁的 抱走伤心慈 我们不约 出乎意料 大部分网友对我和伤心慈的恋情是支持的态度 要不直接公布 王刚问 他知道的 我和伤心慈之间 一向是伤心慈为我是从 再等等看吧 伤心慈工作室那边一直很安静 直到事情发酵 伤心慈和另一个男性的名字登上了热搜 我接到了伤心慈的电话 过了好久 他才迟疑的开口 他们说我失忆了 所以呢 沉默了漫长的一分钟 电话里他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道 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傅警行 会对你负责的 不必 我打断他的话 探向热搜 沈志毅 今天他微博搜索了32次的名字 他是真的失忆了 所以如此莽撞 不知道他的每一次搜索点赞都会被有信任记录 每一次情不自禁的搜索 他都在理智和情感中周旋 最后不得不勉强自己 放弃年少时的初恋 选择和他有过亲密行为的我 道德感真高呢 人还怪好嘞 分手吧 伤心慈 你是我用过的女人里面最差的一个 啪的挂断电话 狠狠抹掉眼泪 我登陆微博 付紧行李 谢谢大家关心 最近没有恋爱的打算 发完微博 退出来一看热搜 伤心慈观看沈志毅微博33次 好好好 更气 我成人家新恋情 Pray里的一环了 我澄清以后 大众的关注点 放在了伤心慈和沈志毅两人身上 不过伤心慈仍旧没有回应 李姐打电话跟我吐槽 我记得伤心慈 平时和沈志毅没什么接触 怎么就 紧行 你先冷静 别急着分手 等过阵子伤心慈恢复记忆 算了吧 李姐 我扯出一抹笑 再好的神 也拴不住要走的狗 我太了解伤心慈了 别看他平时一副 什么都无所谓的模样 实际上对于喜欢的人和东西 执拗得要命 果不其然 没多久 伤心慈自降咖位 急吼吼地加入了一档BG综艺 常驻嘉宾名单里就有沈志毅 很坏女人 一下子丢失了十年的记忆 伤心慈觉得很不适应 尤其是当他打开手机 里面全都是他和一个陌生男人的痕迹 聊天记录 密密麻麻全是他对那个男孩的爱意 伤心慈翻着翻着就合上了手机 死死闭着眼睛 二根红透 很难相信那是自己 他怎么会那么 那么不要脸 为了红手机那边的男孩喊他一手 老婆 他竟然答应做那种羞耻的事 还不止一次 而且他似乎乐在其中 舔着脸喊他宝贝 这怎么可能 傅景行 他怎么会和这个陌生男孩恋爱 他喜欢的明明是 看了不知道多久 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男孩声音哽咽 我是沈志毅 伤心慈 你终于记起我了是吗 沈志毅 他整个青春期魂牵梦营的名字 十年的空白令伤心慈的脑袋 乱糟糟 沈志毅很体贴 没有质问他为什么和另一个男孩纠缠 他不好意思的邀请伤心慈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伤心慈 只有你能帮我了 如果你不参加 投资商就会淘汰我 我会死的 我真的会死的 我去 伤心慈斩钉截铁 挂断了电话 他察觉到经纪人正盯着自己 和傅景行分手了 嗯 他提的 伤心慈 你迟早会后悔 不会 他冷着脸 把手机恢复出场设置 所有不存在他记忆里的记录都删除 伤心慈觉得自己并不是诗意 或负是小说上的灵魂穿越 28岁的伤心慈有多让他管不着 因为那根本不是他 但他很确定 自己不喜欢傅景行 也不会喜欢傅景行 所以绝对不会后悔 捂着躁动的胸口 伤心慈闷闷地堵定 分手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分手了还得凑到一起拍戏 而且是亲密戏 导演喊了好几次卡 伤心慈老师今天怎么不在状态 剧本里的亲吻 伤心慈对着我发愣 一副庆不下嘴的嫌弃啊 呵呵 我一把推开他 伤老师也副身体不舒服 要不换替身上吧 伤心慈默认了 助理偷偷拽我的手 哥 你真要和替身拍吻戏啊 不然呢 听理解说 伤心慈刚示意那段时间 一天恨不得洗八百回澡 我懂 先被我睡了 自己脏了 配不上他的青青白月光了呗 替身女演员进场 我搂着她的腰 等一下 伤心慈突然冲上来 铁亲着脸 把我怀里的女演员拽了出来 不准轻 她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可说完 她又正主 茫然地盯着攥住我的胳膊的手 似乎搞不懂自己的怒火从何而来 在我的冷笑声中 伤心慈缓缓松开手 抱歉 一旁的替身被吓到 也不敢真轻 最后借位完成了这场戏 中午吃饭 狭小的主演休息室里 伤心慈离我八丈远 恨不得在中间画条楚和汉界 她性子冷 臭着脸的模样 没人敢去套近我 可接到沈志义的电话时 她又开心地 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孩子 那样温柔的眼神 曾经一度只对我展现 手里的沙拉突然没了滋味 请行哥 要不要尝口我的麻辣糖 小助理端着刚拆的外卖 脚下像是被什么扮了一下 外卖秃地腾空 静止朝我砸过来 电光湿火之间 我被拉进了熟悉的怀抱里 伤心慈挡在了我面前 滚烫的汁水 尽数泼在她的后背 空气里全是麻辣糖辛辣刺激的气味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慌忙查看伤心慈的伤势 被围着的伤心慈抬起头 闷闷地看了我一眼 我跟着人群出去 脑子还是乱的 伤心慈离我那么远 是怎么搜的一下就冲过来的 救护车还没到 我按了按眉心走上前 要不坐我的车吧 宽敞 我和伤心慈并排坐在后座 她恨不得贴着玻璃窗 避嫌的意思很明显 中途接了个电话 紧锁的眉头松开 就连声音都变得温柔楚 别担心 我没事 好了 别哭了 用脚趾头都能想到电话那端是谁 我扭头 装作漠不关心的样子 欣赏窗外风景 也不知怎么就这么倒霉 眼睁睁看着一辆私家车 冲破围栏直直撞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又是伤心慈 仅仅将我护在怀里 我只是手腕处擦破了点皮 伤心慈却遭了老罪 先是后背烫伤 后又胳膊粉碎性骨折 伤心慈手术完 王刚怂恿我去看看 就算他有个白月光又怎么样 能比得过你们之间七年的感情 为了救你 他半条命都快搭进去了 说不感动是假的 七年的日日夜夜 我忘不掉 可当我抱着熬好的小米粥走到病房门口 却听到伤心慈和李姐的谈话 李姐问他是不是后悔了 想要和我复合 伤心慈说没有 那你这么拼命就负警行 图什么 过了好久 伤心慈说 救他 就不欠他了 那你打算和沈志义在一起 伤心慈眼里的光一下子暗淡了 摇了摇头 嗓音嘶哑 不会 我已经配不上他了 王刚找到我的时候 我正在喝凉掉的小米粥 从喉咙凉到了胃 真奇怪 流出的眼泪却是热的 我从小就是个哭包 大学期间第一次拍戏 被副导演骂的狗血淋头 趁着午饭时间 我躲在仓库里偷偷抹眼泪 不知道过了多久 听到头顶掉了锅铛的潮梦 大哥 你还要哭多久啊 我仰头 看到坐在器材堆上的伤心慈 他眉眼冷漠 朝我扬了仰手机屏幕 哭得我头疼 游戏死了好几把 我红着脸尴尬极了 没话找话问 你也是剧组群演吗 他看着我 可有可无地点了下巴 嗯 算是吧 之后仓库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每天兴致勃勃和他比划拍戏 有多好玩 凶巴巴的副导演突然好有耐心 竟然还夸了我 伤心慈称的下巴 不厌其烦的听 顺手往我嘴里塞一颗包好皮的葡萄 后来我才知道 他根本不是群演 是隔壁计算机学院的学生 副导演是他爸 前两年中秋去商家拜访 副导演摸着胡子笑呵呵对我说 当年你在族里当群演 伤心慈这小女子跟我闹了好几天 我愣是记住了你的名字 他说你胆子小 让我别吓唬你 我骚得没脸听 伤心慈眉皮眉脸挡在前面 温柔地和我食指相口 见我发呆 王刚拍了拍我的肩膀 调查结果出来了 车子没故障 司机也没酒驾 按他说的 车子突然就不受控制撞过去了 应该没撒谎 他女儿没就回来 小助理说有人伸腿扮了他一脚 我查了监控 摔得很诡异 说实话看完我头皮都发麻 警刑 你说是不是粘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要不去庙里拜一拜 他知道我是最不信这些东西的 但这次 我点了头 寺庙的香火气好似能抚平浮躁的心绪 我索性在寺庙暂住一段时间 日子倒也清静 淡定的吹着头发 没办法 爱情使人盲目 小师傅两眼亮晶晶 副施主 你也是伤心慈和沈志懿的CP粉吗 我依旧笑咪咪 是啊 他俩千万别不幸福 否则我会笑死 直播正进行道 你知我知 游戏环节 两位嘉宾同时对问题做出回答 答案相同加一分 轮到伤心慈和沈志懿搭档 两人相视一笑 弹幕里满屏的粉红泡泡亮的刺眼 主持人问 两位应该是第一次合作吧 有信心完成挑战吗 伤心慈微微汗手 沈志懿接过话筒 笑容温柔 解释道 我和阿兴慈其实很早就认识了 高中的时候我们曾有约定 一起考上电影学院 他顿了顿 俏皮的冲镜头白白手 看电视的小朋友可不要学我们呀 早恋是不可取得 似乎意识到自己说了不该说的 他吐着舌头 不好意思的将话筒递还给主持人 天呐 沈志懿刚刚是不是说漏嘴了 他和伤心慈谈过恋爱 青梅竹马 还是纯纯的校园恋 为啥两人这么多年一张同台都没有 剧圈内可靠消息 伤心慈和某个当红小生谈了好几年恋爱 傅景行 他是第三者 嘉宾面前有一块屏幕 能看到时时弹幕 主持人正想就热议的高中恋情 让伤心慈聊几句 伤心慈不接话筒 对着镜头皱眉道 可以开始游戏了吗 第一题 主持人 请问沈志懿最喜欢什么颜色的衣服 伤心慈几乎没有思索 很快写好了答案 沈志懿咬着唇 迟迟没有落笔 主持人打句道 志懿连自己喜欢什么颜色 都要考虑这么久了 当然不是 终于写好后 首先揭开的是伤心慈的答案 菠萝黄 沈志懿似乎松了口气 聊起耳边碎法 笑着亮出白板 他写的是 明媚的颜色 我比较喜欢明媚活泼的颜色 最喜欢的当然是菠萝黄啊 这么多年过去吧 没想到阿兴慈你还记得 伤心慈目光看向沈志懿身上的灰色西装 略带迟疑地点了点头 弹幕都在磕CP 小师傅在旁边嘟呐 志懿最喜欢的明明是灰色和黑色啊 第二题 伤心慈最喜欢什么动物 这次两人几乎同时落笔 有心人都知道伤心慈养了狗 一条阿拉斯加 一条近几年养的可爱笔熊犬 沈志懿亮出答案 众人都以为吻了的时候 伤心慈写着的确实 长颈鹿 沈志懿的脸色白了一瞬 伤心慈眉头轻皱 念志懿疑惑 第三题 主持人业余地问 伤心慈 你猜志懿对你身上哪个部位最满意 这次伤心慈面色凝重 深深地看了沈志懿一眼 沈志懿红着脸垂下头 害羞地亮出答案 所有 全都 两人的答案出奇的一致 弹幕 CP粉跟过年式的热闹 伤心慈却蹭地站起身 他那张桃花脸 面无表情的时候显得很凶 此刻一脸阴沉的模样 更是让人大气都不敢喘 抱歉 我伤口好像裂开了 伤心慈离开了录制现场 观众不明所以 小师傅从屏幕前抬起头 呆呆地看着我的小黄鸭摄影 头顶显眼的长颈鹿发箍 施主 我尴尬地放下吹风机 小师傅 你吃饭了吗 我去做点哦 逃出房间后 我赶紧给王刚打电话 下次探监记得给我带个吹风机 CP粉小师傅恐怕是不会再想搭理我了 王刚手持吹风机连夜赶了过来 倒也不必这么着急 他忧心忡忡 听说伤心慈一下直播就去医院了 看胳膊去的寺院 看脑子 对了 今天伤心慈工作是把他行政剧的片酬尾款打到你账户上了 可伤心慈恋爱这几年 片酬到账 他总会第一时间转给我 我不要 他就缠着我不松手 不是白给你 就当以后你娶我的嫁妆了 懂吗 等我被亲得连手指都没有力气 他攀在我胸口时 我心满意足 亲吻他的指尖 得逞的笑 等咱够了 就给你名分 好不好 伤心慈 身家都在我这里 恋爱这几年 他的确给足了安全感 对了 你看看这个 王刚递来手机 视频里 伤心慈和沈志逸穿着今天直播的服装 相对而立 宛若惊铜玉泥 沈志逸甜甜的笑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伤心慈一直耐心听着 直到沈志逸点蹊脚 撅着薄唇朝他靠近 伤心慈下意识偏过头 躲开了这个吻 沈志逸狼狈的差点摔倒 伤心慈手指微动 却始终没有伸手去扶 沈志逸原本热搜词条都买好了 就叫志逸心慈CP 一吻定情 没想到伤心慈不解风情 害得那边多花了五百万买段视频 沈志逸这次亏大发了 王刚笑着揽上我的胳膊 脸上写满好奇 你怎么会想到让我找人盯着沈志逸 没什么 只是觉得奇怪 这些年 沈志逸同样活跃在娱乐圈 换句话说 两人并不缺少破镜重圆的机会 但现实是 伤心慈的确与他没有交集 头疼 谁能想到玩女友能玩出诗意 还整出个白月光初恋 又在寺庙住了一个礼拜 离开当晚 王刚接到了电话 他朝我弄弄嘴 伤心慈 我握着手机没吭声 电话里 伤心慈鼻音有点重 似是委屈极了 你把我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那咋了 黄豆生病了 他迟疑了几秒 傅景行 你能来看看他吗 黄豆是我和伤心慈养的比熊犬 今年才两岁半 伤心慈一直照顾得很好 很少生病 怎么今天 我现在就来 我有伤心慈家的钥匙 但想了想 抬手按了门铃 防盗门秒开 伤心慈像是一直守在门口 穿着以前我买的情侣睡衣 戴着一次性口罩 头发乱糟糟的 也掩饰不住他的美丽 只是眼睛红红的有点肿 像是哭过了 感冒了 他急匆匆解释 我微微汗手 目光转向地上的黄豆 平时爱拆家的阿拉斯加 在黄豆面前听话的不行 乖乖给对方当真皮床垫 黄豆药舞扬威地 趴在阿拉斯加的身上 伤心慈不自然地咳嗽一声 可能看到你 他就痊愈了 神经 我转身要走 冷不防被伤心慈挽住手腕 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我的大脑很健康 我也见到了沈志亦 可是他和我记忆里的 很不一样 我明明应该很在意他 可是当他靠近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逃病 家里有你的衣服 你送的长颈录玩偶 电脑里有这七年你过生日 我们一起庆祝的录像 我看完了你所有的电视剧 和访谈视频 但我没有丝毫印象 我打断他毫无逻辑地 自言自语 所以呢 他垂下眼皮 眼下的眷色 像是三天三夜没睡觉 心理医生说 可能是记忆发生了错乱 他的视线落在我脸上 双眼满是血丝 带着小心翼翼的祈求 傅景行 能别不要我吗 我不是故意 忘记的 高中时期 伤心慈和普通中二少年 没什么区别 也看了不少玄幻小说 他坚信自己穿越到了十年后 沈志义是记忆里 唯一亮色的存在 他样貌没变 和记忆里一样清晰 可是伤心慈 从他身上找不到一丝熟悉感 他是个爱打扮帅气的阳光男孩 周末会穿白衬衫去图书馆自习 就连必须穿校服的日子 也会别出心裁的搭配各种衬衫 伤心慈喜欢长颈鹿 因为他总取笑他 说他整天臭着脸 像长颈鹿一样喜欢用鼻孔看人 在他不可一世地认为 自己哪哪都完美的时候 他娇蛮地表示 对他哪哪都不满意 而现在的沈志义 除了脸 他找不到相同之处 伤心慈无法说服自己 沈志义是他的爱人 反倒是面对陌生的傅景行 他总会不受控制地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明明应该守护年少时的钟情 心脏却偏偏在遇到另一个人时疯狂跳动 伤心慈不止一次在心里唾骂自己是个渣女 直到打开了卧室的保险柜 先看到的是好几部陈旧的 CCD 一针针记录着伤心慈和傅景行的碎碎粘粘 还有一只匣子 伤心慈打开时 震惊到差点脱手 匣子里躺着一个少年身骑长颈鹿的木雕 刚雕刻一半的木雕很粗糙 可少年的脸却被精心雕琢过 伤心慈一眼就能认出来 少年是傅景行 为什么是傅景行啊 伤心慈慢慢地摸索到手机 上面有很多未读消息 爸妈说 你和那个姓沈的男明星什么关系 你做了对不起小景的事了 婚戒公司问 您为傅少爷策划的结婚仪式有些细节 还需要和您再确认一下 高中好友打听 我看八卦新闻说沈志义是你初恋 这也太离谱了 高中时期你都不搭理她的 哥几个谁不知道啊 初恋是你家宝贝傅景行 你要不给点封口费 我们可就报出去了咯 伤心慈抓住了关键词 高中时候 我和沈志义不熟 废话 你眼睛长在头顶了 除了傅景行你能看上谁 伤心慈捧着木雕沉默 他可能真的生病了 可是此时此刻他却无比清楚 倘若失去傅景行 二十八岁的伤心慈会很难过 我在网上发了个匿名帖 被前女友骚扰怎么办 发出去的那瞬间 后背贴上了一片温热的胸脯 没有骚扰你 我一直很安静 伤心慈声音滴滴的 尾音拖着无措和委屈 我窘迫地收起手机 伤心慈 你就没有自己的事要做吗 三个月了 整整三个月 胳膊打着石膏 每天跟个可怜小狗似的蹲在我家门口 就连对门的房子都被他高价租了下来 美其名曰 寻找丢失的记忆 被赶到门口的伤心慈低垂着目光 楼道昏暗的光在他脚边拉出寂寥的小影子 单薄又憔悴 短短几个月 他好像失去了过去胜券在握的自信心 无措的像个小孩 我招招手 他立刻扬眉之意出一抹笑 极快地跑过来 今天有想起什么吗 没有 但我会努力 嗯 还有别的事吗 能去我家做会吗 黄豆想你了 我面无表情 黄豆想我 那你想我了吗 他支支吾吾 双手插在兜里 别扭地撇开目光 看似很高冷 脖子根都红透了 挺可爱的 是以前的伤心词 动辄便是霸道的宣誓主权 偶尔装出一副无辜小白花模样 也是为了诱敌深入 等我放松警惕后 他立刻执意出本性 更凶更蛮横的踏法 跟头饿狼差不多 害得我脖子上的痕迹 都是他留下的痕迹 白天我同他志气 说对他这不满意那不满意 晚上他就躺进我怀里 不满意 我怎么觉得我哪哪都能让你满意 我捂着脸趴在床上不理他 他抽出纸巾 慢条思理地擦着手指 厚颜无耻凑上来讨吻 还不满意 他倾笑 温柔的嗓音透着燕足后的慵懒 我一屁股就能让你上天 简直是无耻至极 一向阴险奸诈的伤心词 没想到失忆后竟然这么单纯 我网上瞄了眼 这大雷倒是和以前一样 容易激动 很快 我和伤心词一起遛狗的视频 被狗仔发到了网上 进警局的事也被有心人挖了出来 网上的舆论很难听 商影后前段时间 不还和沈志一上综艺炒CP吗 怎么转眼又和傅景行好了 桂圈真乱 谁让我们家之一咖位小呢 比不上某位小生当奶狗 资源和后台就来了 造别人黄瑶有意思吗 傅景行演了五年龙套 凭演技获得导演认可 就算有资源也是光明正大赢来的 所以谁能解释一下 伤心词为什么报警说傅景行强迫他 进警局是事实 王刚问我怎么办 如实说伤心词失忆 对他今后的演艺事业不利 工作室陷入沉默时 伤心词发了条微博 本人因精神状态出现问题 现宣布无限期退出娱乐圈 与他人无关 一瞬间 热搜爆了 热评第一的网友问伤心词 跟我和沈志一分别是什么关系 伤心词只回复了这一条 我正在追求景行 沈志一男士是我的高中校友 希望媒体不要为此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 伤心词的退圈速度快到让人瞠目结舌 发文半小时后 工作室都宣布解散 不是 哥 你就这么水灵灵的退圈了 你回来啊你 大不了我们不关注老公是谁的行部 伤心词看不到这些 因为一小时后 他连微博都注销了 王刚就跟丈母娘看女婿似的 越看越满意 伤心词这样做是为了保全你 他选择退圈 狗仔就不会死咬着你不放了 我满身疲惫的回到家 伤心词神色如常等在门外 他抱着黄洞 另一只手牵着阿拉斯加的绳子 笑容透着清澈的愚蠢 他们想去散步了 一起吗 我迟疑的从他怀里接过黄洞 看到他手指上遍布的细小伤口 结了层血痂 他懊恼的往后藏了藏 有点丑 今天是不是 不能牵手了 心思简单到令人发指 在永久退圈这么大的事情面前 他竟然只想着能不能牵手 我没好气的伸手 同他食指向扣 他低头看了一眼 又看一眼 对立的眉眼柔软下来 像个偷吃到小甜点的老鼠 虽然我还没回想起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很开心 感受到手掌被真实的握紧 我没忍住眼眶酸涩了一瞬 幼稚 傻子 伤心词宣布退圈后 网上很少有人在攻击我 过去半个月 每天都有他的影迷在我的微博下留言 大小伙 劝劝伤心词回来演戏吧 狗我来替你们溜 实在不行你们拿我当宠物养吧 听说伤心词精神状况不太妙 我这里正好有个女主人 设施神经病的本子 要不本色出演一下 宝宝 我姐一米六九三国混血美的一批 你考虑下揣了伤心词和我姐恋爱好吗 当然也有难听的骂声 我并不在乎 伤心词却不乐意 他注册了十几个小号 轮番上阵 对到人家消耗跑路 由于伤心词的澄清 网友们没再过多纠结他和沈志懿的关系 可沈志懿却三天两头地发抬头45度 仰望天空的忧郁写真照 感慨年少情深 忠诚蓝音续果 心痛真爱被蒙蔽 自己无能为力 伤心词换了手机号 沈志懿恼羞成怒 消息发到了我这里 傅景行 我们谈谈吧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每天含沙摄影 骂的人是我呀 沈志懿约在了私密的咖啡厅包厢 哪怕有着年少的面容 也掩盖不了他的憔悴 傅景行 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卑鄙的人 抢走别人的女朋友 你很得意吧 抢谁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装什么装 我不信伤心词没说过 我是他的初恋 我更懵了 原本以为沈志懿 利用伤心词诗意误导他 没想到他好像 比伤心词病得更厉害 你说你和伤心词谈过恋爱 有什么证据吗 照片 情书 或者能作证的同学朋友 很显然 他拿不出证据 我却有很多 我很好奇 你这么笃定 和伤心词有过一段感情 随着我将一打资料摆上桌 沈志懿脸色越来越难看 那又怎么样 你以为赢得了我 我随便动动手指头 伤心词就会回到我身边 似是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中 他得意洋洋 薄唇一张一盒 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系统 帮我再复制一个时空 空气一片静谜 你再和谁说话 我往后退了半步 这人别是个神经病吧 察觉到我嫌弃的动作 沈志懿愤然摔掉手中的咖啡杯 系统 使用复制空间技能 他尖叫着重复了好几遍 看来是真疯了 我掏出手机 好心给他喊救护车 耳边响起一道冰冷的电子音 抱歉 空间复制机能冷却时间 还剩九年 无法启动 九年 我一秒都等不下去了 沈志懿对着空气咆哮 我握着手机大脑当机了一下 宿主 你不应该在男主面前 抱制一本系统 那道冰冷神秘的电子音 似乎很不满 男主 他也配 不过是个复制品罢了 那些读者说傅景星内敛温和 像太阳一样温暖身边的人 我还以为多高尚 沈志懿不屑的冷笑 其实也是个贱人 离了女人活不了 连别人女朋友都要抢 我不想再等 九年了 系统 你快帮我杀了傅景星 从沈志懿嘴里冒出 富多奇怪的词语 我理解不了 但此刻明显察觉到他的杀意 我攥紧了包 思考有没有机会 在一秒钟之内冲出包厢 沈志懿状态狂 鉴于你前两次失手 系统建议不要再动用 仅存不多的能量 我不管 我要傅景星死 他消失了 我一定能成为男主 沈志懿扭头 得意地看着我 你以为现在的伤心慈喜欢你 他爱的是真实时空的富景星 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 包括你 都是赝品 系统没有帮他 沈志懿等不及 抓起桌上的瓷碑碎片 朝我的脸上刺过来 我转身躲避 瓷片滑坡后背 我趁精灵开门 把手机不跑出去 别动 赶来的警察包围了咖啡厅 将沈志懿堵在了包厢里 没料到我会报警 沈志懿被控制住后满脸阴狠 闻风赶来的狗仔 对着他不停拍摄 可想而知 等会儿网上会有多精彩的报道 但沈志懿挺胸抬头 轻烈地扫过众人 医生刚给我包扎好伤口 伤心慈赶到了医院 他满头的汗 裙摆扭扣掉了一颗 很狼狈 一点不像耀眼的大明星 对不起 我今天应该和你一起的 他慌得很 小心翼翼搀扶我 手都在抖 如果不是我安抚地 拍了拍他的胳膊 恐怕他都能当场哭出来 不成熟的性格 双手还胸 高冷地堵在房间门口 喂 某人的男朋友 真不打算原谅你女朋友了 回忆不断在脑海中闪现 我勉强从沈志懿的口中 拼凑出了完整的故事 眼前人是真实的伤心慈 但我不是傅景星 伤心慈扶我躺上病床 我笑着看他 伤心慈 能和我说说你记忆里的沈志懿吗 他轻轻醋眉 那些都是假的 是我记忆出了问题 没关系 我想听 伤心慈认真看了我一眼 确定我是真的想知道 他口中男孩活泼爱笑 虽然有点淘气 但其实很善良 像个喜欢小恶作剧的天使 身边所有人都很喜欢他 家境优渥 简直是童话里的小王子 这不是沈志懿 沈志懿说我是故事男主 伤心慈喜欢的是我 可他说的那一件件事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没有美好的童年 爸爸脾气暴躁 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消失了 因为爸爸欠了很多赌债 周围人都不负他们的孩子和我玩 没有人喜欢我 生活贫瘠到什么程度呢 被债主绑走威胁爸爸还债的那几天 是难得能吃饱饭的日子 我不是王子 是垃圾桶里没人要的破石头 只有伤心慈说我是宝贝 后来八年时间 从龙套到男主演 我有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他们爱我 鼓励我 我才慢慢觉得自己也可以成为很珍贵的人 我很满意现在的自己 你怎么哭了 伤心慈手忙脚乱的擦掉我的眼泪 以为是错乱的记忆让我生气 他不停道歉 我轻轻推开他的手 我困了 先睡一会儿 他无措的在病床边坐了一会儿 然后轻手轻脚走了出去 王刚过来了 一眼发现我在装睡 伤心慈惹你生气了 我抱着被子 漫无目的地看着头顶雪白的天花板 王刚 如果发现这个世界是假的 你也是假的 你会怎么办 王刚吭吃吭吃啃苹果 头也没抬 假的又怎么了 明早一睁眼 我不还是得打卡上班吗 说的也是 我笑了一声 拿起伤心慈削好的苹果快 好甜 沈志毅被捕 他这些年上位的诸多消息被爆了出来 说来也奇怪 白血病死了 沈志毅靠简陋顺利出道 第一次拍戏定好的角色是男四号 但沈志毅救了投资商的小儿子 投资商为了感谢他 直接给了两部男主戏 这我知道 原定女主装备就靠那部戏翻身 突然被剧组换了 他想不开跳了楼 成职误人了 沈志毅是天生警理 一路走来也太顺了吧 谁和他做对谁就倒霉 邪门 太邪门了 有不少和沈志毅有过来往的艺人报案 说沈志毅陷害他们 这些艺人被网友嘲笑蹭热度 因为他们拿不出证据 只能憋屈地退网 撤销对沈志毅的控诉 开庭前一天 律师提醒过我 沈志毅的量刑不会太重 估计一两年就能出来了 但我没想到 沈志毅连两年都等不及 当晚就出现在我的房间 看来又是系统帮助他越语 等你死了 我就是傅景星 他挥刀朝我次来 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沈志毅只顾着杀我 不知我在房间装了摄像头 小时直播 我紧紧闭上了眼睛 预想中的疼痛没有袭来 伤心慈冲了进来 利润从他的胳膊划过 皮肉外翻 鲜血不停往外涌 他用没受伤的那只手 控制住了沈志毅 沈志毅愤怒地挣扎 伤心慈 我才是你爱的人 你怎么可以忘记我 你答应过我呢 毕起考电影学院 你送我的签纸 和我一直好好保存着 他一直试图唤醒伤心慈的记忆 可伤心慈只是冷冷看他一眼 你脑子有病 伤心慈松开捂着伤口的手 把我从床上捞起来 拥进怀里 别怕 我报警了 他低头 唇绊碰了碰我的眉心 以前难受的时候 他总会这样安抚我 额头还残留着他的余温 我的心像是被烫了一下 伤心慈 嗯 我回来了 伤心慈 他不厌其烦地轻吻我的眼泪 没看我一直在流血 这时候还撒娇呢 他轻省 不过 你女朋友很喜欢 沈志毅的律师找到我 希望我能出具谅解书 还有 沈志毅想见我 我不会出具谅解书的 不出意外 他会被判处死刑 沈志毅穿着御服 淡定地靠在椅子上 看向我的眼神 像是在看不自量力的小丑 傅景行 如果我死了 这个世界会消失 你们所有人都会消失 你从小在垃圾堆里检世的 好不容易拥有着光鲜亮丽的生活 你舍得放弃吗 你放过我 年后我开启另一个时空 你可以在这里和伤心慈幸福生活 双赢的结局 不好吗 的确是很诱人的条件 那这个世界里 被你陷害过的人怎么办 那个撞了我的司机 因为你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童阿姨被你逼得跳龙 你自导自演的绑架 投资商的小儿子 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还有因为挡了你的心徒 最终能患上白血病的女生 他们怎么办 沈志毅恼火的打断 傅景行 你是傻逼吗 我都说了这个世界是假的 他们都是复制品 死不足惜 我垂下目光 是啊 我们都是复制品 可是复制品的人生被毁了 也会难过的 在原本的诡计里 大家不应该遭遇这些 后来沈志毅在监狱里 无数次要求见我 我都没去 其实和沈志毅在咖啡厅见面之后 他的系统就找到了我 他说自己是被迫和沈志毅绑定的 沈志毅是宿主 他无法违抗他的命令 再这样下去 这个复制的时空会秩序崩塌 无数配角陷入苦恶 他想终止这一切 唯一的方法就是沈志毅生命提死亡 他说自己无辜未必可信 但从沈志毅癫狂的状态来看 我找寺庙师傅求了一对童心结 拜托 来寺庙烧个香还要虐单身狗啊 真没人信 我笑着把其中一个童心结拿出来 是给你的 傅景行 你别恶心好不好 兴取向改了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他一脸恶寒 手却诚实地伸出来 我不太熟练地打了个结 如果有平行时空 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吗 看你表现吧 他还挺傲娇 也不知道当初和我在桥洞底下 抢走我半个馒头的小乞丐是谁 无论哪个时空 我相信他最后总能过得很好 抱一下吧 未来的金牌经纪人 他敷衍得哼了哼 转而低头 认真研究手腕上劣质的童心结 沈志毅最终被判处死刑 在我生日前一天 伤心慈约我在第一次见面的仓库 仓库重新打扫过 里面摆满了鲜花气球 有点像求婚现场 伤心慈递来一只匣子 看看喜不喜欢 是一个骑着长颈鹿的小女孩 小女孩雕刻得很精致 长颈鹿部分略显潦草 我忽然想到前段时间 他手上不断叠加的伤痕 我摸了摸长颈鹿的头 很喜欢 一开始 得知伤心慈是副导演女儿的时候 我拒绝了他的追求 他不甘心 问我为什么 当时约在了动物园里 我抬头一瞥 看到不远处的长颈鹿 那时候我很自卑 伤心慈像那高高的长颈鹿 我要仰头才能看见 这算什么理由 伤心慈笑了 立马蹲在地下 蹲得矮矮 这下能看见了吧 腰再看不见 让你骑我脖子上成吗 因为伤心慈 我慢慢改掉了 动不动自卑的毛病 在后来 哪怕没有伤心慈 我凭自己的努力 也能站得足够高 照样能看到那头长颈鹿 还有更广阔的风景 伤心慈握着我的手 切蛋糕的时候 他侧过脸亲了我一下 提前祝生日快乐 鼻尖被他抹了一块奶油 他笑着举起CCD 和过去每次庆生一样 拍照录像 我爱你 警行 我愣了一下 视线渐模糊 像老师CD机出现卡顿 世界仿佛在此刻静音 伤心慈 眼前的景象在以十倍速溶解 像被吞进了巨大的黑洞 我看不清伤心慈的脸了 只有手里的木雕 还剩最后一丝温度 久久周旋后 最后一点感知也完全消散 伤心慈 再见 沈志毅躺在宿舍的床上看小说 刷的一声 室友用力掀开沈志毅的床帘 气愤不已 沈志毅 你是不是又偷穿我的裤子了 上面一骨子你身上的味道 难闻死了 沈志毅的脸瞬间涨红 其他几个室友齐刷刷看向沈志毅 他只好低着头 嫩嫩道 对不起 我帮你把裤子再洗一遍 算了 我不要了 送你吧 拜托你下次别再乱翻我衣柜好吗 室友把促心的裤子扔到沈志毅的床上 其他室友撇撇嘴 一开视线 沈志毅重新拉上了床帘 死死盯着裤子 贱人 都是贱人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凭什么对他以止气势 其他两个也是贱人 捧高踩低 看他没钱就孤立他 在得知他是老赖的儿子后 连洗一夜和洗头油都不肯借他用 沈志毅拿起手机 看到小说里男主重心拱月般的幸福生活 他死死扣着手心 凭什么男主必须得是有钱人 为什么连小说都和现实世界一样恶丑 如果他生活在小说里 他一定能扭转读者的三观 让女主爱上他 让读者知道 不是只有有钱人才配得到爱 也许是他的虔诚感动了上天 他真的穿进了小说中 还绑定了无所不能的系统 这本小说沈志毅看过很多遍 他实在太爱女主伤心词了 有钱 美丽又专一 而且极为专情 这简直是他心目中的白雪公主 沈志毅穿成了和他现实 绅士差不多的穷学生 他熟读小说 知道伤心词看似冷屁 实则内心柔软 所以他多次在伤心词面前故作摔倒 但伤心词像瞎了眼似的 目不斜视路过 他眼里只看得见傅景行 他喜欢看傅景行穿漂亮的戏装 喜欢傅景行在校庆舞台上弹钢琴 喜欢傅景行总是无忧无虑 沈志毅失望至极 原来伤心词这么肤浅 他喜欢的不过是 富裕生活堆砌出来的假人 系统 你不是有复制时空技能吗 我要用 实用技能需要您提供能量值 弄清楚什么是能量值后 沈志毅直接把自己的健康交换给系统了 反正他会在小说里过上等人的生活 不可能再回到现实世界 复制时空后 沈志毅让系统操作 更改了男主傅景行的人生轨迹 沈志毅不是喜欢被惯养着长大的男孩吗 那他就夺走傅景行的这一切 好赌的爸 抛妇气女的妈 贫瘠腐烂的生活环境 沈志毅把自己的出身 几乎原封不动复制给了傅景行 他倒要看看 在这样极度恶臭的环境中长大 男主还能维持无忧无虑的天真 还能保持善良的心吗 复制时空后 他顶替原来的傅景行 和沈志毅成为同学 他每天都穿精致的衣裤 在文艺会眼上 他是最出色的校园男神 他救济路边的流浪猫狗 但伤心慈 还是不肯分给他一个眼神 他很泄气 但得知傅景行此刻过得很惨之后 沈志毅又重新拾起了信心 没关系 时间还长着 后面还有娱乐圈事业线 他熟知剧情 了解女主的一切 伤心慈一定会爱上他 这些年 他陆陆续续向系统出卖了财运 事业 亲情 友情后 终于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可就在这时 他发现伤心慈又一次爱上了傅景行 两人维持很多年的地下恋情 凭什么 那他为伤心慈付出的这一切算什么 他不甘心 思来想去 他堵掉了自己的容貌 将两个时空的伤心慈灵魂交换 并涂改了他的记忆 伤心慈记忆里所有出现傅景行的画面 都被替换成他沈志毅的名字和脸 没多久 伤心慈果然联系了他 原来女主的温情和宠义这样让人上瘾 他原以为能一直沉醉下去 伤心慈忽然疏远了他 又回到了傅景行身边 他宁愿相信记忆出现错乱 也不肯爱他 傅景行 又是傅景行 如果他死了就好了 沈志毅不止一次想过弄死傅景行 但每次都失败 害得他损失了很多东西 最后一次 他已经不想得到伤心慈的爱了 他只要傅景行去死 沈志毅赌上了二十年寿命 还是没能成功 他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系统说 死亡之后 他会回到原来的世界 不 我不要回去 沈志毅吓坏了 他已经被系统拿去了容貌 健康 财运和富富多多 他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如果回到现实世界 不 他不接受 他威胁过傅景行 也豁出尊严下跪哀求过 但都没有用 哪怕是复制时空里的傅景行 也和他那个有钱室友一样见 一样瞧不起他 在小说《世界里生命消亡》的那一刻 沈志毅听到几个室友的声音 沈志毅还没醒 他床上怎么这么丑 说真的 要不我们凑点钱 这样他就能去做手术 把狐臭去掉了 行 我问问他愿不愿意 沈志毅 你醒醒 卧槽 你们快过来 沈志毅脸怎么烂成这样了 快喊救护车 这不是梦 伤心慈发现自己回到了高中 当了六年演员 伤心慈适应力极强 很快就和高中好友打成一片 放学时还约他们去打羽毛球 打球 伤心慈你转心了 什么意思 好友特别诧异看着他 你不是每天放学 都要去看小王子练琴吗 小王子 伤心慈不记得高中时 有这样一号人物 揣着好奇心 他走到学校琴房 里面传来轻快明亮的钢琴曲 的确好听 但 小王子 伤心慈摇头失笑 这帮高中同学真是太中二了 他轻慢的撩起眼皮 从窗户向内看了一眼 瞳孔猛的一锁 连耳畔的风声都静止了 小王子是 警醒 大约是他的视线太赤裂 弹琴的男孩站起身 提着腿朝他跑过来 伤心慈 你今天来迟了 他皱着鼻子 威胁他 下次再来迟 我就把你哭鼻子的糗事 告诉你同学 他 哭鼻子 伤心慈的大脑迟钝地动了洞 想起来了 高中时 他的确在学校偷偷哭过一次 因为父母异地 吵得很凶 要离婚 可他明明记得 他在学校废弃的楼道里 身边没有任何人 不对 高中时他和警醒 独在一所学校 也并不认识 伤心慈理了一下思路 试探性的喊 警醒 男孩傻眼了 白皙的脸蛋浮现一缕薄红 他生气了 你答应的 要喊我王子 伤心慈笑了一声 从善如流道 王子殿下 伤心慈很快有了猜测 他应该是来到了 另一个类似平行时空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伤心慈和傅景行高中时就认识 伤心慈明恋傅景行 但男孩似乎没开窍 一直拿他当小弟使唤 这个世界的傅景行 生在很富裕的家庭 性格乐观豁达 像只活泼的小黄黎 每天就爱把自己的羽毛 回报帮助周围的人 你最近变得很奇怪哦 小王子享用着 专属小弟 献上的奶茶 咬着吸管问伤心慈 怎么了 伤心慈笑着问 男孩戳了两口奶茶 把杯子往前一推 轻哼了一声 我生气了 他大大方方盯着伤心慈的眼睛 你不是说考上电影学院 就向我告白吗 马上都快开学了 小王子着急了 伤心慈想笑 又忍住 原来并不是不开窍啊 可是怎么办呢 伤心慈想 他大概要失言了 他心里年龄毕竟28岁了 无法说服自己 诱哄18岁的小男孩谈恋爱 最重要的是 景行还在另一个时空等他 伤心慈抬起手 像安抚小朋友一样 摸了摸男孩的头发 然后如实说了自己离奇的遭遇 男孩听完 沉默了一会儿 难怪 你最近奇奇怪怪的 他歪着脑袋自言自语 比以前听话多了 伤心慈也没想到 他接受能力这么强 他追着他问十年后的事 伤心慈跳着一些 能说的都讲给他听 而另一些 伤心慈觉得 是他和景行之间的小秘密 并不想告诉第三个人 那他还能回来吗 当然 伤心慈问 你想他了吗 男孩拨弄着包上的长颈鹿挂屎 情绪低落 滴滴的 嗯 雷一声 我也是 伤心慈望着窗外微微出神 他也想回去 已经过去好久了 送给景行的生日礼物 还没有完工呢 也不知他喜不喜欢